各位大家好 大家好 其實我很喜歡唱歌 你也知道 我也是 其實我中學階段有一首歌 我是很深刻印象的 因為剛剛那時候我讀中四 有個北京的同學就橙板身 那老師就叫他唱一首歌 他唱一首歌就是這首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他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黃河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講了 原來龍的傳人 其實我們夢裡面 記得一首歌就是叫長江 一首就和 還有一首張明敏 多中學唱 我的中國生 下一首 下一句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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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黃河 大長江長長長 黃山黃河 在我心中 中千經 無能何時 無能何處 心中一人情 其實我可以扯上高音 但剛剛我成本語彈 所以有沒有練過就不穩一點 不過我想說 原來想起中國 想起我們的國家 一定想起我們的山和河 對 因為沒有河就沒有水 沒有山就沒有險可以守 所以一個平地以外 不愛乎山和河 我們經常都喜歡旅遊 或者現在都喜歡行山 香港其實是沒有山的 嚴格來說 要一千米以上才叫做 hill 三千米以上才叫做 mountain 所以香港只不過是優 最高的大霧山 只不過是九百多米 所以嚴格來說 都不入樓 如果跟我們中國內地的山和河對比 香港其實沒有真正的所謂的江 只是很多小溪 那山和那些就好像校長 你剛才所說 跟我們現在要講的山和五岳 那些對比 真的是小優 對 因為一南眾生少 就是眾山少 簡單來說 我都很喜歡看中國畫 中國畫畫山很多 因為那個山其實是 沒有那個山是相同的 石也是很多鄰殉古怪的 有很多險奇 又或者有很多趣味 這隻像駱駝 那隻像象鼻 之類 中國來說其實有很多個山 但根據五行 中國其實都很喜歡講 東南西北和中 他選了五個山來講的 我們都想講一下今天這些山 所謂叫五岳 三山五岳 其中一個五岳是真的有的 不過三山其實是道教一些虛擬的山 我又不講三山 我講五岳 第一個就是 在東面的 就是山東的泰山 那泰山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 因為呢 古時候呢 我們中國的皇帝呢 有另一個名字叫天子 那天子呢 即是說他上天位派下來的 那所以呢 他登基的時候 或者每一年差不多 他就要去祭天 那祭天走到最高點 那因為在山東最高點呢 就是泰山 那所以道虎講了一句 零燈 零燈 零燈絕頂啊 一覽眾生少 那 那 跟著呢 西邊呢 最出名的就是華山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算石雕天雄傳 都有華山論劍的 嗯 華山的特點呢 它就是很險要下的 去到那個癲那裡 就是最高的山 最高的叫癲 山癲 那其實呢 都是很厲害的 很難去到的 嗯 那 那接著呢 就到南和北了 那北邊一個呢 就叫做恆山 恆山 對啦 就是永恆的行 而南邊一個呢 就叫做恆山 就是平衡的行 平衡的行 是的 那這些山呢 其實呢 都算很高的了 那 所謂山東和山西呢 就是用恆山 這個山呢 這個山的以東就叫山東 這個山的以西就叫山西 那等等 那中間呢 還有一個叫嵩山 嵩山 嵩山我去過的 是嗎 我去過這麼多山都 嵩山呢 其實我們很出名的 嵩林寺 那就是在那裡 那達摩呢 我沒有記錯呢 應該是這一間的 嵩林寺在那裡 就是修煉的 嗯 那還有呢 我看過一些曾仁的表演 就是他的氣硬弓 是 就算是那些槍呢 他都可以弄彎他的 就是他的氣硬弓 那所以呢 那些大小小千萬 所有的功夫出少林 因為呢 中國人呢 其中一個學技呢 就是功夫 那時候陳大長小時候呢 就很喜歡看這些片 嗯 那他有時候呢就說 有一個叫做 叫做 夢人行 是 就是 邵林寺 要下山呢 他不是隨便下山的 他一定要打出一個夢人行 又有些什麽十八同仁陣的 那很厲害的 就是一定要學到 一生好功夫 才可以下山 那以前呢 有一套西片呢 就是叫做金貴牆 有一個 你可能很小的 他呢 就有一個叫做 日月落龍印 你知道怎樣呢 中間有個頂 如果他要下山呢 他就要這樣 辣下去 那這裡有一套龍 那叫做日月落龍印 那如果呢 如果呢 如果你有剛剛上下 你不知道呢 那我講那個 金貴牆呢 不過金貴牆本來呢 是想找李小龍做的 霍士的出品來的 那後來呢 就不知道 那我找了一個 奧外接盟師呢 就做這個金貴牆 追訪猛鬼 那這個呢 就是我對山的認識 嗯 你不過你講一下 其實詩池那個會裡面 有沒有講一聲 有什麼叫河的 山啊河啊都有的 那校長上次我們準備了一些材料的時候 原來是初小都認識的了 是啊 初小的小朋友呢 都有學過 不知道同學記不記得呢 你們有學過這一首呢 黃學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校長可不可以請你朗重一下 好了這個呢 又是李伯啦 那他有個老友就叫做孟浩然 那時候呢 我們都有送選的 那他就說 故人篩篪黃學樓 煙花三月下揚州 那你知道揚州呢 就是南辯了 那就是沽帆遠影迫空盡 很久很遠了 因為呢 那條河很長嘛 他就說 違建長江天滯留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孟浩然呢 要去廣陵呢 一定要透過水路 那條長江 好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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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亞洲是最長的 一個在埃及的尼羅河 一個呢 就在南美洲的 亞馬遜河 是的 但我們呢 是由西至東的 但他們那些是由南至北的 有些少不同 不過呢 長江呢 都是比黃河長的了 是 因為黃河呢 只有五千多米 那所以呢 長江呢 應該是整個 中國最長的一條 那 有些圖呢 就給同學看一下 讓大家知道 其實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呢 都有講過 你們見到呢 上面這個 杜妖營的呢 這一個呢 就是黃河來的 那下面這裏呢 一路由這個 青海那裏 一路出出出出出來 這裏呢 其實就是長江來的了 那剛才就說 那一個長江 不過那簡單地說呢 那中國人呢 就重視黃河多些的 叫做母親河 mother river 因為呢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北面呢 就是全世界都是 以北面呢 是發展先的 現在才叫南面的 所以呢 雖然長江呢 是長一點 還有水體大很多的 所以水體呢 就是水的寬度 就是河的寬度 但是呢 我們經常講 不過黃河是一個問題 它經常泛濫 你見到九曲十三彎這樣 它整個凸子這樣呢 它一轉彎呢 其實水一急呢 它就有機會呢 泛濫 泛濫又沒有處啦 生靈塗太太也有好處 原來泛濫之後呢 那些土地很肥臭 那我們呢 就 有方便去耕種 是的 那這個呢 就是黃河的地圖了 吳老師 那這個呢 你會看到黃河到底 是多麽澎湃 我們需要找個 我們學校最澎湃的浩漢的周老師呢 一定要 幫我們演繹一下 一首我們很厲害的歌曲 黃河中 都說這次我們不唱 那我們呢 就練不切的 那這次呢 就請周Sir呢 就幫我們錄了 是的 錄了個音 那剛剛校長有提到說 我們會當黃河呢 是Mother River 其實都有些原因的 因為遠古時代 黃河他們呢 天元寺那些 全部都是在黃河那邊呢 就形成暴落的 那因此 就會是變成 在陝西呀 山西一帶 就是不在南邊的 就是黃河 那但是 南邊呢 就是岩帝 南邊招向岩帝 那你不如看一下周Sir 是 我們看一下周Sir 有沒有歌詞的 沒有的 我們現在呢 就請兩個歌曲 黃河送 我站在高山之巅 往黃河滾滾 奔向東南 盡濤澎湃 掀起萬丈狂澜 濁流婉轉 結成九曲連環 從昆崙山下 奔向黃海之邊 把中原大地 披成南北兩面 啊 黃河 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 五千年的古國文化 從你這兒發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 在你的身邊扮演 啊 黃河 你偉大堅強 像一個巨人 出現在亞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體魄 鑄成我們民族的屏障 啊 黃河 你一械萬丈 浩浩蕩蕩蕩 向南北兩岸 伸出千萬條的壁膀 我們民族的偉大精神 將要在你的補餘下 發揚滋掌 我們祖國的英雄兒女 將要學習你的榜樣 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 像你一樣的偉大堅強 嘩 嘩 太好聽了 實在 很澎湃 其實呢 所謂朗眾朗眾 朗且大聲 那因為呢 周Sir呢 本來呢 黃河仲呢 有一個大的中學團 嗯 還有呢 有幾十人大的合唱 才可以 表達到一個 汹湧 澎湃的感覺 但是呢 我們的周老師 所以一個人 就把它 表達 充分地表達出來 對 所以就比較大聲一點 是 但是沒錯 現在 沒錯沒錯 他讀得非常好 但是我相信校長 你讀接下來這首詩呢 也會非常好的 這個也是我們的學生 他們寫的 燈冠雀樓 就是他們啃寫的 剛才呢 我們就讀了 就是送這個 孟浩然 李白的 那另外一個 黃河 黃河 其實都出名的 那我讀一讀 燈冠雀樓 是的 那就是八日 伊山盡 黃河 入海樓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其實呢 賀人升職呢 怎樣 更上一層樓 其實我們初小的小朋友 他們就有寫了 兼且是畫了 給你們看一下 老師呢 就最喜歡這一幅的 很漂亮 是不是 他們畫到的黃河樓 是畫得很漂亮的 好 那剛才呢 我們就有說過黃河 長江 其實校長你知不知道 黃河呢 有一件事呢 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最黃 哈哈 含沙量呢 其實是全世界最多的 不知道有沒有同學去過黃河 但是其實在黃河那裏 有很多百姓 他們住在黃河流域那一帶 但是他們喝的那些水 其實都還是黃金金的 我去過黃河 因為黃河很長的嘛 其實村流了 不知道九省還是九省 所以你看過黃河 一點都不奇怪 我見過黃河 一個最近的樽頸 就是由這裏去到那裏 最窄呢 那裏 因為那裏很窄 所以是很洶湧很澎湃的 就是很厲害的 是的 但是如果處理這個河的問題呢 長江三峽都是有工程的 因為始終呢 航運啊 或者水運方面呢 都是重要的 但是好像黃河 就是我們經常都要大雨治水嘛 又很早期的時候呢 都需要去 那些河呢 其實當它是很平靜的時候 就很好 但是當它很厲害的時候 它什麼都沖爛了 那個毀滅性呢 都很高的 那所以呢 我們能夠疏渡到這些黃河 那讓它不要太忙啦 疏渡了它啦 那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是 不要那麼澎湃啦 如果傷害到附近居住的那些市民 就會更加好 是的 水呢是可以平靜的 叫做窄 亦都可以恐懼的 叫做撼 那如果去到撼的階段 撼啊或者 那其實呢 也都會傷害自己 和傷害別人 所以必須要呢 就要控制一下水量 說到水量 我們香港喝的是什麼水啊 東江水 東江水是哪裡來的呢 其實呢 整個中國有七大水系 除了黃河水系 和長江水系之外 還有寮 寮水系 鴨陸江水系 最近我們就是珠江 是的 香港水就是珠江 那珠江呢 有分東江和西江的 那因為呢 其實水其實有很多支流 只是長江好像有過千的支流 或者溪 有很多很多 那我們長大的就叫做河 小一點叫江 再小一點叫做村 跟著再小一點叫溪 那其實呢 都很大 那還有呢 有河的地方 都必定有湖 因為有時候呢 我們的水 不是直接流到海的嘛 那進去 譬如波陽湖 或者洞庭湖 都可能有些蟹啊 或者有些魚啊 都是我們很重要 不過現在因為 都市化的問題呢 因為它 將湖呢 都是輕建一些房屋呢 都對那個環境造成的 自然生態會有些影響 因為它的問題都大的 所以這是一種問題 不過其實現在 因為我們人呢 其實可以接觸到的資訊 越來越多了 剛才不是說到長江很長的 有6300公里 6300、6400公里 那它其實呢 是經過很多不同的村州過 省經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那原來因為以前古人 他們對長江的認識並不是太多 他們總之有一條河呢 經過它的村啊 或者是經過它的家門口 那附近 因為有很多小支流的 那它就 將長江或者那條河呢 改了其他的名字了 那也都因此呢 長江呢 是有很多其他的名字 有金沙河啊 又揚子江啊 甚至黃埔江 其實呢 都是長江的一部分來的 尤其是如果讀History Yangzi River呢 是他們常用的 在外籍人士來講呢 他們不知什麼叫Long River 即是長江 他只是屬於揚州啊 揚子江 是啊 因為那時候呢 就是叫揚子江 不過揚子江這個名字 揚子江這個名字 其實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 他們就將它統一改造 就是叫做長江 是啊 不過那些外籍人士 現在都叫它做Yangzi River 是啊是啊是啊 那都是世界著名的河來的 那還有呢 我們有時都知道呢 中國分南北兩邊 政府南北朝那樣 那時候我們就叫做 偏安江左 或者偏安江東 那其實呢 因為長江是很好的天險來的 剛才說呢 因為長江的兩岸很長 所以攻過來呢 其實呢 在赤壁也好 在哪裡都好呢 其實都可以呢 是截擊了對方的 那所以呢 那些蒙古啊 那些金兵啊 甚至滿清啦 它打到來南邊呢 其實都要花時間 都要過這個長江天 嗯嗯嗯嗯 不過長江這個名字呢 其實剛才校長你提到赤壁 其實長江這個名字 都真的在一三國的時候 開始沿用的 那除了長江呢 有另外一個江呢 就叫做麗江的 其實中國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好像有朋友來了 是啦 吳老師為什麼會說到麗江呢 就是現在我們要歡迎一個 一位嘉賓 那是Mr. Geiger Mr. Geiger he has been to to Where have you been Mr. Geiger Oh I've been to Gwai Lin before Gwai Lin Yeah it's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hy we have such a special guest today so this is our honor tha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invited we invite you know our you know English teacher Mr. Geiger I really am so humbled to be able to join you today and I think that it's a really great chance for me to share a little bit of the truth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five mountains the highest mountains in China and we mentioned about two longest rivers in China but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most beautiful the most beautiful rivers in China as mentioned in many poems in writing in writing in Chinese What's the name Mr. Geiger the river name The Li River Li River Li Giang Li Gong It connects it's a longer river but it does connect a couple of towns Yongshuo and also Gwai Lin in in what we call Kwongsi that is you can go the train the train did you take the train or take the flight to there many years ago yeah I went I went many years ago not a high speed train you took the you took a flight to get there but right now it is much more easier and cheaper to take the high speed train that we can go direct from Hong Kong station to the Gwai Lin or Lijiang station it must be really fantastic you're taking the train to see the landscape changing and then to see for the first time not not from the air but the karst mountain formation it must be really amazing do you enjoy the river because you may have a small boach or so that you can go along and then see the mountains and yeah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actually I grew up next to a river so rivers are very close do you want to do the canoeing there oh inidia you know I really wanted to they have bamboo they have boats yeah bamboo made out of bamboo very huge bamboo yeah and it can support the weight of many many people I took just a normal river trip but I think if I were to do it next time I would try to float down and I know Mr. Gagalai hiking very much yes so did you hike did you hike there that that is it some mountains or hills that you can also have sheng chimes at that time I didn't go hiking but if I were to the hillside is very just lush green it's a fantastic view so I would do that next time can you compare American mountains and the Chinese mountains do you think you know from the picture we know it is different because there is a lot of painting on hills or natural scenery but do you think it is look different to you oh it's it's much much different I went with Mr. Lee uh to visit a mountain called Mount Shasta uhuhuh and the landscape is totally different color or landscape uh I think it is totally different totally different so we can enjoy different you know natural beauty not just the European one American one but the Chinese one so Thank you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 that was nor Ken Geiger yeah just nowadays you were talking about downstairs I actually I asked Lang HAMLOck to prepare a video cái infra voices Ils ้amb 一些學生去不同的山道或不同的地方 在中國的旅遊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影片 我會想分享給大家 看看 可以吗 太牛 粉 粉 粉 com possible ims moon do you know who is the most chinese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or in gt who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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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lover or china lover in hong kong or what is mo know in gt within gt sure is mr geiger 我必須認證,我不太太中文了,因為我從來沒有去 Guilin 甚至太近了,但你曾經在這裡一次,所以你比我更多 我認識一下,Mr.Gaga喜歡中國的食物,中國的東西 因為他有中國的婦子 所以它是一番重要的材料 在任何人有的智能 他也喜欢和他也喜欢 这一国是一个国家 因为它是一个国家 有很多东西 在吃、生活、 或是在野党 我们有的拍摄 谢谢您的帮助 希望你和其他学生的学生在未来的未来的 在其他片段 对,在其他片段 像我所分享的影片中,它真的是我的享受 很高兴看到学生的学生 你也看得很帅 在前面的髮型和身体的身体 而且身体的身体是更加强烈的 所以你必须做很多事情在家 你永远看得很帅 強勁 強勁的教授 OK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再見 這次是一個突破 我們只用三語講博 包括了普通話 廣東話 以及英語 因為其實是世界大同的 語文 或者種族 語文 只是一個類別 不阻我們欣賞西方國家 西方的社會亦都要懂得欣賞東方國家的優點 是 其實剛才同學 你們都應該有見到我們的同學和家長 他們有去過很多中國不同的名姓 大山 或者是去河流 甚至我們的地標 例如天安門 長城那裡去看過 其實在中國內地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是值得大家去看 去觀賞 去欣賞我們中國的大好學生 所謂人者落山 智者落水 無論你喜歡山和喜歡水 都表示你有智慧和很穩重 如果你山就表示你很穩重 我就要走上去 挑戰那個高度 而水呢 它有一個流動性 它會帶動來 它是冷的 一冷一靜 又有旁邊有很多人民的生活 又有現代化的一面 也有自然的一面 我覺得有時間去一下中國的河山 除了受禮的河山 其實吳玉老師今天都有 在整個節目結束之前 我也有一些圖片想給你們欣賞一下 就是有個地方叫貴州 這個貴州你會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天然瀑布 除此之外 這些就是很漂亮的河流 全部都是天然的 瀑布很漂亮 是的 這裡也有一個叫做萬風林 萬風林 如果你在居民的住所看出去 好像一幅畫 很漂亮 美得很像一幅畫 而我知道校長你很喜歡杜鵑花 在貴州那裡是有整個山頭 全部都是種滿杜鵑花的 他們是有整個叫做杜鵑花風景區 是很漂亮 即不只是櫻花漂亮 也不是其他本身任何種花都漂亮 不過原來我夢寐以求的地方 有個名字很漂亮的 叫做香格里拉 不知道為什麼香格里拉 那個感覺好像很漂亮 還有就是《思綢之路》 是吧 需要唱一下嗎 有寶介我們會錄到的 我們本身是有個歌請羅文唱的 不如播放它 好啊 不用我了 可以 好 我要聽一下 我也要聽一下 好啊 我 dries了 今夜照旅 仍仍送陀 找心跟我与你共鸣面前打盗 我伴上前路 同葵侵征道 愿共你同去搭改新事路 愿共鸣面前打盗 好啦 真是不捨得走了 這麼漂亮的地方 但又不行 因為我們今天四點半有個Zoom Meeting 因為我們有個叫做媽媽讀書會 因為下個星期一 即是3月30號 星期一還分兩轉 下午有一個讀書會 夜晚有讀書會 讀哪本書 八二年生的金字英 好啦 家裡的觀眾 誰是八二年生的 請舉手 你已經四十幾歲了 其實跟大家的年紀差不多 我們都想了解一下 韓國的女士 尤其是在這個年紀 他們在生活上 即是作為媽媽 作為女 作為下屬 即是有些什麼的遭遇 甚至有些坎坷 心理 心路靈情 所以我們準備了四點半有Zoom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 都要說什麼 再見 再見 包括再見之前 下集說什麼 下一集 稍後會告訴你們 在再見之前 其實梁哥哥都另外有一首歌 想播給你們聽的 就是很熱的王力魂 一首很特別的歌 去片梁哥哥 謝謝你 謝謝 下集說什麼 中國名人翠線 嘩 這個題目很難說 有段時間準備了 其實可以考慮我們八二年生的 金字英來講都可以 因為大家應該有聽過 萬武三千 也有聽過很多 例如上次我們有說過 岳飛的媽媽在她背後面 他叫盡忠報告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跟媽媽 或者中國名人有關的 有關的 那跟金字英這些題材又相關 總而萬物錯過 因為講半個小時 當然講很多名人 又講很多趣事 我想吳老師 起碼要一個星期 就資料搜集 才搞出 第一要明人 第二要趣事 如果又不明又不趣 那就很大件事 好大眼睛 下星期見 再見 再見